这条河就是流过华沙的这条河 事实上,欧洲的很多城市都是沿着河而建的 在河的两旁 比如萨尔茨堡,巴黎,巴黎塞纳河 伦敦,布达佩斯的多纳河 华沙也不例外 而且这条河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的状态 你看那个河中心的小岛 几乎是绿色的,河两旁也是绿色的 这些地方其实都可以盖成了住宅 会很漂亮 而底下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什么都没有,非常的原始 这边是河的另一侧 然后呢,依稀可以见到这些建筑 这个就是斯大林塔 也叫斯大林的注射器 说白了就是斯大林老二的意思 然后这边是老城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澜很有意思 这个老城建筑非常专 可是呢,远处的一些高楼呢 又非常的高 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对比感 我个人认为这个设计是失败的 而且这条河是非常的宽的 我认为 这些长度老城里面 这个多大费寻多大多快 还要快一些 还要快一些 但中国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人盖房子 喜欢把楼盖得方方正正的 就是航命数值 偏远地方 但是呢,这个 这个 欧洲人盖房子 他喜欢盖上那种邪性的 真字极其的 给人一把 看到了吗 几乎看不到对着的东西 哎,只有看到了我之前那个体育场 哎呀,这铁尔台台 我本来台的底下 摄像头 实际上话是挺着罪的 我就先路到这儿了